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真的 你听拉鼓叫不中第一个呢 都不回来了 卖也太好了 那他废什么话啊 什么也太好了 你会不会说话 哪儿斜瓦那儿钉呢 你会不会说话 什么哪儿斜瓦那儿钉啊 我其实是藏啊 咋说话呢 你知道他们谁不 顾客 顾客就是上帝 赶快的给顾客拿东西 快点 赶紧 求酒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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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 拿来 晃悠悠 看起来这帮娘们儿 真想往离婚路上走呢 我告诉你 不行真离 哎呀 天哪 你说这个红长顺哪 啊 你说他 他缺不缺得他 他让我们这帮老款啊 去打妖鼓去 哎呀 亏他想得出来 你现在呀 你说我走道我都嫌累得慌 你说这一通妖鼓打下来 那还不得把我累拉垮 妈 你以前就不鼓到这玩意儿吗 谁说的 那想当年 就这妖鼓 我把高邓他爸那眼都打直的 那头部到我怀孤了 哎呀 现在不行了 老了 吃不住鸡的喽 哎呀 妈欧宴不回来了吗 你咋不能窝呢 我不愿意去 你说他们再出去几天呢 一个个回头土俩就回来了 还让大家伙去从口去迎接去 那不埋得人吗 哎呀 妈呀 明英啊 哎呀 妈一直以为你吧 就除了吃就知道吃 不走脑子 现在看来呀 那是妈错了 你这个孩子啊 是属闷葫芦的 心里有输啊 哎 哎 就这个举动不是吧 那不怀好意 哎 说好了回来 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哼 人要学好不容易 学坏还不快啊 别瞎说 就是老天变呢 咱们家的红颜也不会变的 不变她拉不回来呢 妈 王红颜这么任性啊 跟你都有直接关系 就让你给惯了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 我看不是红颜变了 是你变了 你不说小时候那么懂事 那么听话的 看你现在那样 让我看了我的兴奋 我都担心呢 将来孩子会跟你学坏了 我咋的了 你看我这兴奋 他跟我能学啥坏呀 别说了 别说了 赶紧进城去 你别听别人瞎敢说什么 咱们家的红颜呢 是一个响当当的好儿媳 你还记不记得那年春天 骂得小船兵犯了 上不来气 给你打电话 你在外面打工回不来 是红颜背着妈 伸一脚浅一脚 翻山越岭 走了十几里的山路 给妈的老名敲回来了 妈妈 你男生又啥 你别哭啊 我 我到次都不相信 你后面会干什么坏事呗 你听妈的 去城里去找他回来 妈 我找啥呀找 他现在根本都不勒我 他都不让我给他打电话 我知道他心里边 到底是咋想的 我以为我要整个贴头 挑的一头热的 他不是那种人 这么多年我跟他的感情 他不会那么对我了 妈 你也不用难受 你说你哭个啥劲 没准人家现在在城里边 还笑呢 没事 他就这么整啊 我跟他离婚 我就不信了 两条腿的蛤蟆找不着 两条腿的人有的是 你放心妈 我指定给你找一个 比他原来对你还好的儿媳妇 得的 你就硬这张嘴上的 你是妈生的 妈还不懂你啊 你赶紧去找他 就是不许提离婚 你要是提了 回来马上饶不了你 我告诉你 你还哭呢 还哭呢 唉 没哭 哭有啥用啊 就是心里难受 唉 你说我干得好好的 他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呢 他怎么就不给我机会了呢 唉 又有新情况了 啥情况 王红彦不回来了 啊 真的 那欢迎对我都散了 可能是真的 我得去看看 唉 你说这败家玩的也怪了啊 听说马铃不回来了 那家伙不被闲还还 你说 你这啥叫当地呢 你说 这女儿不回怎么还幸灾乐祸呢 唉呀 这不叫幸灾乐祸 这叫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唉 这才是我估认 有追求 有志向 唉 我怎么忘了 力挺了一下啊 让那个败家的王红彦两块 你这啥心眼啊 我这辈子 我怎么能跟你 跟你过一杯 跟别人过 你能喝着索菲亚的荷兰牛奶 别得了便宜卖的乖 你要嫁给老雪山老寒头 不死不活的折磨你一辈子 你那是幼稚折磨 你那是精神折磨 鬼头就没愿意跟你说话 小楠 你那是画的啥呀 啥叫画啥 我告诉你 这叫工程师验收 我得跟图上对比 看看你们装错呢 是吧姐 小楠啊 你放心吧 有你这个名师啊 再带我们这几个高图 错不了啊 哎 饭来了 啊 没错了 我手房停一下 来 好嘞 弄坏了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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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儿 你这儿 你这儿我自己来 吃饭了 吃饭了 你这儿吃饭了 我这点弄了 下来了 你这儿 你这儿 过一瓶水 喝吧 我省一瓶我喝这个 来 吃饭了你 走 这给家人弄点柴鸡蛋炒个饭 用花钱呢 姐 嗯 你们就打算 一直在这儿住着啊 啊 这干键里说又不花钱 这做得挺好 关键是这样 业主不知道 我这两天吧 我就多了个心眼了 我还特意拖一拖工期 谁让你们在这儿多住两天 反正也不花钱 关键是这办法 他拖不了几天 肯定有人问 我说的嘛 我刚才买完饭 一进大门 乱保安就把我拦上了 他说我咱们在这儿住晚上 你咋说的 咋死我也不能承认呢 我就是没住 你看 你看 我说啥了 咱赶紧走 要不肯定还得出事 那能出啥事啊 还出啥事 那这业主扣男工钱呗 要哪多哪少啊 要白干了呢 没事 先吃饭 吃完饭再说 阿格迪 丁丽莎 啥呢 忐忑呢 谢主任 今儿你能不忐忑吗 我有那么可怕吗 丁丽莎 你看你着急走啥呀 我有话要跟你说 啥话呀 我这着急上厕所呢 你先憋一会儿 那啥 以后咱姐俩 友好相处行不行 咱和平一点 完了呢 我说的话 你得往心里去 走了啊 你别着急 话还没说完呢 我还有件事要问你呢 天儿 昨天晚上又梦了以前呢 你整天老梦见人家 你想人家了吧 人家梦你吗 姐 小区屋也跟咱急了 说啥要扣咱钱 你看我说的吧 早晚得罚 不行 咱从明天开始 真的要去劳务市场穿 不能再这么等了 你 哎 等一下 喂 哎你好我是小能 肖老板呢 哎你好你好你好 怎么的啥情况啊 我前两天刚收了几个女徒弟 手脚麻利 那干活都老棒了 经验老丰富了 那正好啊 抽时间赶紧带他们过来 到时候给我打电话 哎那小老板 咱就这么说定了啊 姐 成功了成功了 我告诉你 这就叫小能一出手 啥活都得有 要说还是你们福气好 这回还去查了欧市场呢 是不 小能啊你就是我们救星人 就是 我跟你说姐姐们 我这一年活老多了 以后你们就跟着我干吧 哎呀小能一天 出了出了笑心里 还真没看出有这么大本事 我跟你们说吧 我以前吧 是学画画的 搞艺术的那叫 真的假的 真的 我是美术学校的中专毕业 我特别擅长画这个宣传画 我告诉你 哎我画的雷锋 那就跟活的一样 信不信 是啊 你整一个 快快快快 我给你画一个 你画来整一个 给你们露两手 你真是家素苗啊 对啊素苗 你别说像雷锋啊 戴着大眉帽子呢 是啊 我咋看有点像我家以前呢 你干嘛呢 我跟你家玩以前好看多了 差不多了 你呀 你看 哎我跟你讲 下面再添一行字 雷锋精神 是一种伟大的精神 行了行了 那个咱们说点有用的啊 你看刚才肖老板打电话 你说干家务 干家务活 你们谁行嘛 干家务活活 我在行啊 你们几个听我指挥吧 好 再来 Gesellschaft 凡家咪 你们做做叶事来 呢 她说 我 thought 你 你还跟着晃呢 那不都给你吃定心碗呢吗 我说你别晃了 晃人直迷惑 老公啊 我发现了 人活着 就得有点理想有点抱负 啥意思呢 用老百姓的话说 就是 你得有点事做 有了事做以后 就感觉生活特别充实 每天的阳光 你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这就叫自我价值的实现 笑啥呀 笑我呢 是不是 哪敢呢 我发现了 从我当人干部以后 你史上心里边对我有 还以太多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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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了解你老婆 你不了解你老婆身上的钱呢 老公 我跟你说 跟别的干部呢 我不能比 但是跟前任的妇女主任 王洪彥比起来 老婆指定别的干部强 来 姐把女茶给你泡上了 来 快喝吧 行 那个 来 来 哪儿啊 你知不知道有比较合适的地方 我们几个得住啊 我知道啊 我那儿就挺好的 一个人一天才十块钱 十块钱啊 嗯 价格还行 但就是吧 他那个老板有点问题 猫一天狗一天的 你说好的时候吧 这买啤酒烧鸡 让我们喝点酒 要不好的时候呢 那家妈的嘴才损呢 给我妈的狗血喷头的 那你在那儿安全吗 安全呢 我住了挺长时间 啥事也没出过 你一个大老爷们 用出啥事 我们都和你一样了 我跟你说 人类地方都是正规合法的 手续都全的 你怕啥呀 应该没啥事 这样 我在这儿干活 你和小楠去看看 行了 行了 走吧 我去 那你在这儿干活 我和小楠来去 不是 那我还有点害怕 你看这样 听我的 那个 我陪你 然后我把地址给姐 姐你去看 行吗 你可拉倒吧 那我更害怕了 你看 你这说来说去 你不就是怕我吗 她不是怕你 那 要不这样吧 咱们就干完活 一块去 行吗 行 这样行 大家赶紧 咱还是研究研究 找个开饭店的 开饭店那事 你跟我研究啥呀 你研究啊 那开饭店 你现在不得先把菜练好吗 你现在那个菜炒的 你说一会儿咸了 一会儿淡了的 一会儿糊了 一会儿火大了的 谁吃啊 你得先练菜 对不对 不是 那个 我要是把菜练好了 你 你可别冤架了啊 有这种可能吗 我估计这种可能性 没有 我跟你说啊 那个很小嘛 不代表连影了 你可说准了啊 啥玩儿说准了说准了呢 不这点事老磨叽我干啥呀 磨磨叽叽的 烦人 你这围裙都带着 你就好好练炒菜去吧 菜好了咱们就开 进来啊 进来啊 这房子太大了 我们有点不敢进去 这也较大 太远了 你们俩人 不是经常干吗 挺有经验的 是 其实经常挺长时间了我们的 刚才这保洁是拿手 是不是没话 对 我们干过 就没在这么大房子干过 那个 咋干呢 咋 咋干 你问我咋干 你说你问一个人 咱们干的是专业的 对啊 我告诉你 从里到外 整个打扫一遍 不是 对啊 不是小老板 是你家 你我天 这这么大房子 你彻底干 这一天也干不完呢 你今天干不完 明天来接着干啊 那钱哪算呢 钱 钱 小能不是跟你们说好了吗 按小时算是不是 对对对 说好了 那赶紧干吧 那赶紧干吧 对了 告诉你们俩啊 加点小心 这屋里头认识一件东西 你们要给我弄碎的 把你俩绑一块 卖了也赔不起 知道吗 赶紧干吧 不 这是咋这么能抓 这小的事 你挺着 你说他是不是倒霉人口的 什么 你傻呀 那倒霉人口能不能赚这么多钱 没这么大房子 再说嘴边逮一下 来吧 来 看一下啊 逮吧 也罢了 这咋糟的 这么糟 咋样 大姐 环境还行 看熟熟还行 这多少时间没人住过啊 鸡儿 环境 别吃你的时候 不是 摆了不就让人吃着呢嘛 要不要烂了 咋不别吃 弄成人了 看着大男士 带进去啊 咱这妹妹 找上这房子了 这灯这是玻璃的吗 啥你也不懂 那水晶的增量 好看哦 别停了 干活了 打的了 怎么回事 打了 什么打了 瓶子 瓶子 妈 妈 找啥呢 姑娘 找我妈呢 我都没找着你没找着吗 她没回来 没有 那她啥时候回来 不知道 她永远不回来 姑娘 想妈的是吗 给你妈打电话 你就说你老想老想的 想的晚上都睡不掉 是吧 对 给你妈打电话啊 就这么说啊 我这花瓶是古董啊 我才摆了一天呢 小老板呢 我不是故意的呀 怎么着 你还想故意的 你们说怎么办的 我妈没接 没接电话呢 就是不要你了 宗月你宗月你 就是去把我妈和我赶走了 去把我妈找回来 你怨我干啥呀 你不叫我自己去 你这孩子现在脾气越来越大呢 你要去我把你腿给你打折 我跟你说 那不就是一个瓶子吗 那就坏就坏了 我们赔你也不行吗 是不是 你赔 你们俩赔得起吗 你们赔 相伴了 不是 你说啥呢 你咋说话呢 你还跟我耍横是不是 我告你横得我见得多了 你看你怎么办吧 今天你赔不赔 不赔你 奉想出这门 小老板呢 你消消气 你别和他一样的 你少说两句不行啊 你们你这个 多少钱 我俩赔 你俩赔你吗 你俩赔得起吗 我这价值连城 我这 你俩赔得起吗 我看看 这不就是个破瓶子吗 还没我家那烟菜 那坛子大呢 我看 挺多值一百 那一百块钱 那给我得少 那什么 小老板 一百零五 你傻呀 给啥一百零 一百我都给多了 多了 多了 八十吧 八十也多 我看五十 五十 五十也行 给五十吧 五十啊 行了 行 五十 你们俩把我家 当菜市场了是吧 到这儿买菜了是吧 我告诉你们 五十你们俩也只配摸他一下 知道吗 我这至少得值五千多 啥 你蒙谁呢你啊 你就这破瓶子值五千 我跟你说啊 你别以为我们乡下人就好欺负 我们在城里有熟人 对 你有啥熟人啊 盼务所谈所长 跟我们关系港港的 有亲戚跟我们的 师傅 打电话 叫他来 马灵你打电话 我这没有号 同样的有 你没有啊 我打吧 什么打的 我打个电话 站住 想跑是不是 跑啥 打电话 打电话拿捅打呀 捅哥 就在这儿打 我打 爸 你都把电话拿捅 还是你费打 你还真挺好啊 喂 喂 啥 爸 我妈呢 没回来 不是说回来吗 咋不回来呢 我哪知道啊 你问我 我问谁 不是 你不是我妈照顾吗 我不问你问谁啊 你长能耐是不是 你跟谁说话呢 我告诉你啊 你妈就是回来咱也不要的了 听见没有 不是 你这不犯法吗 我犯啥法 亲父女儿童呗 你跟谁学那是烂七八糟的 去等会儿解作业去 没听着啊 管理不了你可得了 你俩谁打的 谁打的 我 你咋干活 还孤头补不定的呢 不是 我就擦完了 我放在人家就掉地了 当时吓我一跳 行了 别说了 咱们人家东西摔了 就是咱们不对 咱们赔 你瞅瞅人家 你瞅瞅人家 这叫说理 你早这样 咱俩不就掐不起来了吗 你咱还说上我了呢 那你太多好 行了 别说了 别啥 给人家萧老板赔个不是 凭啥呀 你没看着呢 那他先瞧不起人的 说咱想不老呢 对对 萧老板 这话真是你说的吗 我告诉你 萧老板 我们把东西打碎了归打碎 我们赔归赔 但是你不能骂我们 我们农村人怎么了 我们农村人也是人 没有我们农村人 你们城市人怎么生活 你们吃什么喝什么 那不是画杆画杆在那儿了吗 好 行 你这么说是吧 我给你赔个不是 对不起 行了吧 不行 这个事是两码事 我们把你花瓶打碎了 是我们不对 我是他们俩的头 我代表他们 给你赔个不是 对不起了 你 你 你这整的我还不会 别不好意思了 亲归亲 礼归礼 你就说吧 这东西值多少钱我们给你 五千呢 啥 那不讹人呢 那玩意能值五千块钱 行 五千就五千 我们赔 但是萧老板 我们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钱 这样我们有多钱 就给你多少钱 剩下的钱 等我们挣了 我们再还给你们 你啥 咱们几个人 把东西都拿出来 萧老板 你看 他们几个也确实挺好的 你就大人大量 别生气了啊 你的 你的 你的呢 这就行了 小老板 一共两千八 还欠你两千二 这样 等我们挣了钱以后 我们肯定马上还给你 这零钱我就不给你了 我们几个人留着吃完那天 那个 姐 我这还要二百块钱 小老板 咱这样 咱们呢 凑个三千整 还欠你两千块钱 你看行吗 反正你也认识小能 咱打个欠条 等我们有钱了 肯定还给你 你这整得我这还 我这心里不是滋味的 我跟你说实话 其实我不差这五千块钱 小能 把这钱都收起来 带着他们走吧 这事 就这样 我就说吧 咱这小老板大人大量 不能因为这点事有技巧 那小老板这样 你先忙着 咱就走了 这样不太好吧 也没啥 走 小老板 我们 不太好吧这样 谢谢你啊 小老板 谢谢你啊 小老板 谢谢你了 小老板 那你就忙着 我们就先走了 好 我跟你说啊 咱今天生命好 你知道吧 人家没跟着人计较 以后你俩出去 都注意点 我在外面干着别的活 我还得靠你俩的心 对 这把那边扔了 再跑过来 你说你俩干点事 能让我省点心 就是 哎哎哎 咋子了 完了 完了 谁的电话 谁的电话 小老板 我跟你说 他肯定是反悔了 不是 不是 快接了 不是我接啥呀 我如果接 万一反悔了 那咱哪有钱赔呀 人家小老板 都没要咱的钱 让咱走了 咱能不接电话吗 你接 不是咱跑吧 哎 跑啥跑啊 有啥可跑的呀 人家都对得起咱们 咱们能对不起人家吗 你接 不是我 接吧 哎呀不是 你接完了 要钱咋整啊 对 要钱咱就给人家呀 那是咱该拿的钱 咱又拿 你接 行行行 喂 小能 哎 肖老板 没走远吧 哎 我没走远呢 你赶紧回来 赶紧回来 我有事 你赶紧回来 哎哎 好好好好好 好 你看 他没说啥事 就说让我回去一趟 完了完了 人家后悔了吧 赶紧跑吧 你跑啥跑呀 你就这么做人 你别跟我出来混 赶紧回去 该咋办咋办 你去看看 不是 姐 快点 去 行行行 行 自己减着原因呢 那几个孩子 有没有迟到的呀 迟到倒是没有 不过现在有个问题 这些孩子成天的家 就是方便面 火腿肠 方便面 火腿肠 速食是方便呀 但是 他们的生长发育 一点不好 其实那方便面 我也老吃 我也没觉着怎么的呀 挺好的 好吃 但不代表是好东西吧 以后 你跟我妈 少吃 对了 红人啊 你说那方便面 吃多了 真的就对孩子们 身体和健康 影响发育啊 肯定了 你要不信 我上网跟你查查 小老 啥事啊 那瓶子事 不说过去了吗 咱哪想 干啥呀 刚才不走得着急吗 人俩的工资 我都没给呢 先拿着 给他们去 不是 你看肖老板 那人家不把你花瓶 打碎了吧 你还给啥工资 就拉倒了吧 花瓶是花瓶 工资是工资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拿着 给他 那肖老板 你太敞亮了 那啥 那我就替他们谢谢你了 谢谢了啊 去去去 那你忙着 我走了 姐 回来了 什么时候那边 什么 好事 肖老板把工钱给了 啥 把他那瓶子砸了 还给工钱 你看我说他那破瓶子 不是钱吧 城里人杀伤 还变这么好了 别这么说话 城里也不是满大街 都是坏人 哪都有好人 雅儿啊 我觉得这钱 咱们拿不好了 对 咱们不能这么做人 这钱咱不能拿 姐 那肖老板那么大个老板 那能差这点钱吗 人家是不差这点钱 但是咱不能不懂事 小能 你把这钱给送回去 我拿都拿了 我咋回去啊 我去我去 对不起 送我 姚姚 这钱不能要 是不是 嗯 早的接电话呢 谢云呢 我哪知道是谁呀 谢云的机器 喂 婶啊 你好你好 我是谢云 洪主任在吗 我找他有点事 是谢云 想咱家电话 乘到专线了 就是我不在家 忙着呢 谢云呢 洪主任不在家 有什么事 你就跟我说吧 啊 他没空是不是 那行 婶 我刚才跟你说得了 我就是想问问 对我工作上 洪主任有没有 啥新指示啊 啊 目前还没有什么指示 啊 好 我一定替你转达到 啊 那行 那我再等等 嗯 好 啥意思的呀 他问你 有没有啥指示 就是别的意见 萧老板 这我们摔了东西 都没让我们赔 这工钱我们不能要 真的 你别误会 这是你们的工资 是我的一点诚意 好吧 我们也是很有诚意的 这钱我们真不能要 这给你了啊 等会儿 你们几个平常出了 做宝洁意外 还能干点啊 我们刚进城 也没有啥工作 遇到啥干啥 挣钱就行 你这么扯 我看你们几个 人也不错 我呢 手底下正好有个丝绸厂 待遇也还行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一起上我那儿上班去 真的 小老板 谢谢你了 谢谢 要谢 你还真甭谢我 得谢你们自个儿 这年月 像你们这么诚实的人啊 真是不太多了 不是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 这么去做人 真的 这么做人就有好报 你看今天我们 小老板谢谢你了 谢谢 那那啥我先走了 走吧 谢谢了啊 再见 哎哎哎 茄儿 这 茄儿 我说的没错吧 不过 方便面这玩意吧 确实挺好吃 但是不能多吃 还是得吃饭 对呀 而且现在孩子们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他们要不好好吃饭的 一样能跟得上吗 所以说你这个村主任 真的要好好管管 哎呀 我管啊 我怎么管呢 啊 我管丁丽莎 我说丁丽莎 从现在开始 不许你再卖方便面了 再卖我就罚你 那丁丽莎不得挠死我呀 那你要是管不着丁丽莎 你可以跟孩子家长说呀 你让孩子们家长 以后少买那些东西 给他们吃 不就行了吗 哎 姑娘啊 你还是年轻啊 有些事你不懂啊 现在这些人 谁听你的呀 啊 人家愿意买就买 不愿意买 人家就不买 知道不 人家听你话 哎 人家就听了 人家不愿意听 人家就说你是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知道不 哎呀 你爸我呀 这个村主任当的 是越来越小了 那 那你说 怎么办该好 怎么办 哼 我也没办法 哎呀 哎呀 这家整顶不 丰盛啊 今儿高兴 应该多整点 你们这叫 饮货得福 对不 不得也不得也不得 还有住的地方 基本上好好庆祝 对对 哎 不是是 这光有菜不行吧 咱是不是得整点酒啊 对啊 那咋 姐 我整去 哎 我给你拿钱 哎呀 不用姐 我这有 不行 不能让你花钱 我这不是有 你放心吧 啊 哎 你多买两瓶 来 你够吃的 乃哥 哎 银子 回来了 回来了 哎 哎 哎 今天 是不是就 我跟那几个女的 扯淡去了 海哥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那是指导工作 那又不是扯犊子 你拉倒吧你 你还没出土呢 不是 你还指导别人呢 我告诉你啊 我是给你提醒 嗯 你小心点 你别到时候 三人找你护照 行 行 海哥 我告诉你 这不可能 现在日子 越来越好喽 走啦 哈哈哈哈 看天使谢阴 哪有那么多肯定啊 咱家电话出了谢阴 还没人打了 你看着 喂 是谢阴吧 婶儿 是我 你都赶上大仙了 你咋听不出是我来了呢 我们家这电话 你要是不打 我们都老寂寞了 又是他 挂了 喂 喂 咱狗屁刀 是挺黏糊的 随便聊电话 咋的了 咋不吃了呢 刚才红利说的这个事啊 确实是个问题啊 我还真放心不下 你说有啥办法呢 这谢云总让你给他下指示 你就把这活交给他呗 哎呀啥办法 我跟你说 就这谢云 你让他上天给你摘月亮 他都不敢给你摘星星 你要不交给他点任务 咱俩的电话 就成他转线了 妈 你不要老从门凤梨看人 其实我觉得谢云他这个人 挺热心肠的 要不就让他试试吧 哎 就让他试试 哎 他会真ane 君说 我川普 君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